中共强力维稳,禁止聚集悼念李克强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7日凌晨在上海去世后 中共当局展开强力维稳,严防出现抗议言行 微博许多官方账号发布李克强的消息,索性关闭评论功能 在网络搜寻李克强,只能见到官方认证的新闻与文章 四媒体网友发文全部被屏蔽 日本、美国等驻中使馆官微发布悼念文 一度涌入许多网友发表评论,其后所有内容均遭屏蔽 媒体讯息显示,中共国多所大学被下令禁止学生聚集悼念李克强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办公室在微信工作群组发布通知称 请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近期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确保舆情各方面安全有序 还要求关注学生对此事的思想及舆论观点 坚决不允许有任何线上线下不当言论 密切留意校园内任何聚集性悼念活动 发现线索立即报告 贵阳航空工业技术学院下发通知 要求学生未来一周不能在任何自媒体平台评论发布 传播任何关于政治形态当下国家有关的言论 不得参与各类聚集 不参与任何采访 最后还警告学生若发生不良言论 传播不良言论内容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海南大学学生会得到团委办公室通知称 关于前总理事事团委所有学生干部 尽可能不转发任何相关推文 图片文字等通知还要求 严禁展开任何线上线下群体性缅怀活动 如集会游行送花悼念活动等